探长的同事黑猫警长解决过这样一桩案子 案件中 螳螂姑娘在证词中说 此螳螂交配后一定会吃掉熊螳螂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今天探长就带大家一起为螳螂姑娘们证明 大家好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全世界有2000多种螳螂 在我们中国就有51种 它是一种肉质性昆虫 狐猎各类昆虫和小动物 分布在南美洲的一些特殊种类的螳螂 还能不时攻击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生物 它们生性残暴好斗 大多数都有着同类相残的现象 这是因为螳螂在野外能够吃饱的几率很小 所以它们不会放过捕食弱小同类的机会 尤其是成体之后的雌性螳螂 它们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种 在自己捕杀能力范围内的生物 包括但不限于小型鸟类 蛇 甚至蜥蜴 虽然有某些种类的螳螂也可以群养 但其中一些个体在褪皮的虚弱期 还是会被同类吃掉 交配过程对于一只熊螳螂来说 可谓是9981难 大多数雌性螳螂在羽化后的15到30天左右 达到性成熟 此时它们会将一种特殊的性吸素 通过尾部的产软瓣散到空气中 熊螳螂通过感知这种性吸素 得以找到雌螳螂进行交配 但是雌螳螂却没有感知的能力 它是无法分辨熊螳螂和猎物的 所以熊螳螂只能小心翼翼地靠近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旦被提前发现 那么被雌螳螂抓住并且吃掉 就是逃不过的悲惨命运了 在距离目标20厘米左右时 熊螳螂会迅速飞到雌螳螂的背上 不断地用触角拍打雌螳螂 同时制造出很大的动静 这一系列动作一定要一气呵成 不然可就相当于给媳妇送免费的外卖了 通过用触角拍打 让雌螳螂安静下来后 就可以办正事了 不过不要以为到这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一旦熊螳螂的服务让雌螂感到抗拒 就极有可能被拽下来分头行动 但由于生物强大的繁殖本能 以及螳螂失去头部后已久能存活数小时的特性 强壮的雄性会不停地往反方向拉扯身体 最终扯掉自己的上半身 继而在雌螳螂专心致志进食的时候 用自己的下半身和下半身继续完成交配 而弱小的雄性总会被直接拽下来吃掉 没有任何交配的机会 交配完成后 熊螳螂会直接飞走 并寻找下一个雌性 只要它足够小心 一只健康的熊螳螂可以交配5到10次之久 所以按道理讲熊螳螂在交配之后应当是安全的 只有尚未失败的弱者才会被吃掉 那为什么会有螳螂夫妻婚后不目这样的说法出现呢 这是因为以往的大多数观察案例 几乎都是在封闭容器中进行的 这就相当于把雌螳螂和熊螳螂混养在一起 让交配之后的熊螳螂 与近视欲望最强的雌螳螂关在一起 这不是逼着螳螂姑娘是夫吗 科学家李斯克和戴维斯发现了这一实验缺陷 并于1984年做了一系列的改进实验 他们事先让螳螂吃饱喝足 调按灯光 由摄像机观察代替直接观察 让螳螂夫妇足够的轻松 结果在30场交配中 没有异常出现了吃夫现象 相反的 他们首次记录了螳螂复杂的求偶仪式 雌雄双方翩翩起舞 整个过程短的只有10分钟 长的高达2小时 李斯克和戴维斯认为 以前人们之所以频频在实验中观察到螳螂吃夫 原因之一 就是在直接观察的条件下 失去隐私的螳螂夫妇 没有机会举行求偶仪式 而这个仪式 能消除雌螂的恶意 是熊螳螂能成功交配 所必须的前提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实验室喂养的螳螂 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雌螂积不择食 才把丈夫当美味 为了证明这个原因 李斯克和戴维斯 在1987年 又做了一系列补充实验 他们让不同饥饿程度的雌螂 与相同状态的熊螂交配 结果显示 处于高度饥饿状态的雌螂 一见到熊螂就非扑捕食 根本无心繁殖 处于中度饥饿状态的雌螂 会进行交购 但在交购过程中 或交购之后 会试图吃掉配偶 而那些没有饿着肚子的雌螂 则并不会吃掉配偶 可见雌螂吃肤的主要原因 还是食物短缺 1992年 劳伦斯在葡萄牙 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野外研究 在野外 雌螂大概处于中度饥饿 因此 在他观察到的螳螂交尾现象中 大约31%发生了吃肤行为 我们都知道 孕妇营养好宝宝才健康 吃掉熊烫狼 对螳螂后代也的确有益 1988年的一项研究证明 那些吃掉了配偶的雌烫狼 其后代数目 比没有吃掉配偶的要多20% 螳螂妈妈明显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在交配前 让螳螂妈妈吃饱喝足 或是交配后 能及时提供营养补给 也许螳螂爸爸就可以幸免遇难 但是在野外 螳螂妈妈显然没有耐心等待补给 所以螳螂是肤产案 才会屡见不鲜 通过这次探索 我们可以发现 真理的发掘 不是以措而就的 科学的研究 也会有谬误 再精确的模拟 也不能完全复合自然 如果我们过于肤浅的认识世界 就会有许多生物 因此背上黑锅 神奇的自然界 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索的未知领域 紧跟熊探长的脚步 一起做动物的证明人吧 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万捕灵 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 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